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熊 俄乌战争第823天 我们继续对俄乌战况进行报道与分析 首先发布一下乌军总参部发布的最新展报 昨天俄共伤亡了1110 乌军摧毁了俄军12辆坦克 17辆装甲战车,24门火炮 一门多管火箭炮,一架苏25飞机 11架OTR无人机,31辆汽车和7件特种装备 其中,那架苏25战斗机是由乌军第10机械化旅击落的 这是该旅在伯克罗夫斯克方向击落的第8架苏25 日前,乌军袭击了备战克里米亚的俄军目标 首批低分辨率卫星图像显示 俄军在阿鲁士塔的通信中心有四处地方遭毁 其中一处似乎是主楼,由通信中心致防空系统 由导弹舰致战斗机,乌军正在系统摧毁克里米亚 俄占领军的军事力 今天最重要的热点如下 一,俄军出动了5万大军,声势浩大 向哈尔科夫发动了进攻 结果,只占下了无人防守的小村庄 本以为是声东击西,调虎离山 好趁机在东巴斯浑水摸鱼取得重大胜利的 结果东巴斯俄军也还是一样半死不活 拿下一个公策都要向莫斯科发喜报并召告天下 三天的特别军事行动打了快三年了 俄罗斯至今没拿下任何的乌克兰大城市 但俄现在已伤亡50多万了 损失15000多辆坦克和装甲车 还没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如此消耗下去,俄会有什么结果 大家自己判断 二,昨日俄军恐袭了哈尔科夫,导弹击中了一个购物中心 当时购物中心内约有200来人 据哈尔科夫州军事局长辛涅胡伯夫的报告 目前有7人死亡,刺身受伤 16人失踪 乌克兰外交部长库莱巴表示 加强乌克兰的防空允许乌克兰打击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 是防止俄罗斯今天在哈尔科夫发动袭击的最好办法 乌克兰的合作伙伴有两种方法来防止此类的袭击 一,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爱国者和其他的防空系统 第二,乌克兰必须在俄罗斯战机向哈尔科夫和其他城镇投掷炸弹之前将其击落 目前来看,第二条估计还难以实现 接下来我们应该能够更多的防空系统进入乌克兰 三,多个欧盟国家也同意在与俄联邦的边境修建无人机墙 这是立陶宛内政部长阿涅·比洛泰特在拉脱维亚与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芬兰、波兰和挪威内政部长会晤后宣布的 比洛泰特在会后表示,这是一个全新的事物 从挪威延伸到波兰的无人机墙 其目标是利用无人机和其他的技术 保护我们的边境免受不友好国家的挑衅 并防止走私 接下来再说说战场态 乌军总参部今天上午10点报告称 昨天,乌克兰前线共发生了141次交战 乌军在西尔维斯克、克拉玛托尔斯克、波克罗夫斯克、库拉霍夫、奥里基夫、普利德涅普洛夫斯基、库布扬斯克、莱曼、赫尔松左岸、哈尔科夫等战区 粉碎了俄军进攻并重创敌人 一,在掩人注目的哈尔科夫战区 俄军取得了突破的威胁已经解除了 乌军已牢牢的巩固了防线 无论入侵者企图在哪里发动进攻 都遭受了重大的损失 特别是乌克兰炮兵和步兵部队 有效互动紧密配合 让俄军根本无极可成 今天俄军曾三次试图冲击乌军的阵地 国防军击退了对利普齐和泰尔诺瓦村方向的两次进攻 与此同时 敌人继续试图从卢基扬崎村地区推进 战斗仍在继续 与此同时乌军继续加强防御 在哈尔科夫前线 乌克兰空军将沃夫·昌斯克地区法院 连同其中的俄罗斯人一起摧毁 这与他们对沃夫·昌斯克市医院采取的策略相同 引诱俄罗斯人进入 然后轰炸他 过去几天 乌军持续在沃夫·昌斯克展开反击 目前已经成功的越过了沃夫·恰河 正如我此前所说 俄军连这个小城都打下来了 更别说哈尔科夫了 乌军无人机日益给入侵者 造成巨大的伤亡和心理压力 在比洛·霍里夫卡地区 乌军无人机投下了一枚高威力的炸弹 一小队的俄并瞬间倒下三个 剩下一个顾不上同伴飞速的逃走 二 在库布扬斯克方向 俄军声称已经控制了叶万尼夫卡 俄罗斯人公布了他们举着一块 俄罗斯骂布的视频 地点据说就在村子里 具体情况如何 还有待进一步的确认 三 克拉斯诺·霍里夫卡方向 昨天俄罗斯部队 小有斩获 这是多日以来的第一次 四 尽管乌克兰并没有在地区点内 留下大量的部队 但俄罗斯人在过去几周里 却始终无法取得进展 接下来 我们再说说援助与制裁方面的消息 一 乌克兰空军确认 已经在苏两期战机上装备了 GBU-39小直径炸弹 精确制导弹药 其射程约为110公里 二 英国前首相约翰逊 和前国防大臣华莱士 参加了乌克兰保守党之友的活动 两人虽然已经不在任上了 但依然继续支持乌克兰 三 七国集团财长 支持向乌克兰发放一笔贷款的想法 以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的利润为担保 以确保乌克兰在2024年以后 继续获得资金 光荣属于英雄的乌克兰人民 一 泽恩斯基在视察了哈尔科夫 被俄罗斯炸毁的印刷厂 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在哈尔科夫方向的战斗中 俄乌的交换比达到了1比8 俄军的伤亡是乌军的8倍 他也表示 我们面临这100年来最无力的敌人 暂时停火是不可能的 俄罗斯关于乌克兰总统合法性的言论乏味无趣 所以这根本不困扰我 这里的所谓的乌克兰总统合法性 指的是泽连斯基总统任期已经结束的问题 按照乌克兰宪法第103条的规定 总统任期为5年 泽连斯基的第一个任期本应该于5月21日结束 但原定于3月31日举行选举延期了 没有选出新总统 故此任期已满的泽连斯基继续在任 而俄罗斯也借此大肆的炒作乌克兰总统合法性的问题 实际上 目前乌克兰处于战时状态 而根据乌克兰选举法 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期间举行议会或总统选举 且宪法第108条规定 宪总统应继续行使权力 直至新当选的总统就职 因此泽连斯基继续任职是合法的 目前西方总体承认泽连斯基任职的合法性 而约65%的乌克兰民众仍认可 并相信泽连斯基会带领乌克兰度过困难时期 二 昨天在俄军袭击哈尔科夫 导弹击中了一个购物中心之后 泽连斯基赶到了哈尔科夫 他在废墟和战火中发布了视频 向西方领导人发出了强烈的呼吁 他说 对他们来说 焚烧是一种乐趣 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与谁打交道 俄的统治者们想让焚烧生命 摧毁城市和村庄 撕裂国家和用战争抹平国家边界成为常态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仅凭一己之力 阻止这样的战争 需要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参与 俄想要对话吗 乌克兰是世界上在谈判中 遭受俄欺骗最多的国家 欺骗是俄为准备这场战争所用的借口 因此 需要全球努力召开一次和平峰会 参加者必须是不会被俄欺骗的领导人 我们正与瑞士一起筹备这样一次峰会 峰会将于6月15日开始 我们已经确认有80多个国家参加 并将继续与各国领导人合作 邀请他们参加峰会 感谢所有真正帮助和平的人 又到了今天说再见的时候了 我做俄乌战争专栏 只是想做个播种者 向大家传播正确的思想 真实的消息 向志同道合的同志们传播正义 和平及正确的价值观 这场战争也打了823天了 我也坚持了两年多 北约盟国军援陆续到位 哈尔科夫形势稳定 乌军已发动了局部反攻 感谢大家的长期支持 很高兴也让我看到了坚持的今天 希望更多同志们 能经常的鼓励我给些打赏 您的一份打赏是对我 暖暖的心意和支持 也是我坚持的力量 许多朋友反应 看不到打赏的按钮 各扫频道主页的微信赞上码 从目前情况来看 拜登政府对乌克兰的武器限制 会是个渐进式的取消过程 比如先允许距离边境 10公里的俄国境内目标 然后距离慢慢的扩大 最后到达俄全境 对俄国来说 就是个温水主签化的过程 但如果拜登决定 一直不取消限制 那么俄军很快 就会利用人数的优势 开辟多条牵制性的战线 让乌克兰全线陷入被动 这样北约对乌克兰的援助 可能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这样战争打到现在 乌克兰无大问题 主要问题都出在西方身上 比如对军援拖延限制 投主计器 随进切勿的心态 这是不可能赢得这样战争的 但因为很久没有打仗了 这也正常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 如果您认可大雄的节目 不妨给大雄一些打赏 为正义发声 感谢一路上有你